在美國的香港人組織《Hong Kongers for US》 在募款網站發起活動 目標為籌款30萬美元 用於購買50萬個口罩 捐贈給全美各大醫院 據介紹 第一批4萬多個口罩在3月27日 已經送到疫情重災區紐約和新澤西 包括愛姆赫斯特醫院 表維醫院和西奈山醫院等 加州的醫院將在本週陸續收到口罩 截至3月30日 活動已經籌得超過20萬美元 主辦方希望 通過活動與美國人共同對抗中共肺炎 並藉此感激美國保衛香港的民主自由 以及美國議會在2019年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報導